HELLO 大家好,我是POI 繼上次深水埗咖啡的影片出了之後 我又再去了幾間深水埗咖啡 有幾間我都蠻喜歡的 所以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間是比較近太子的不虎 它在很顯眼的轉角位 有一次大狗散步想隨便找一間有和外座位的咖啡 就來到這裡了 發現這裡的Expresso是SOE 有奶的咖啡他們都只是買$42 比同區好得店舖也便宜 而且他們的質素都相當不錯 成為了我區內最喜歡的cafe之一 異式咖啡可以選擇Nutty或Fruity的豆 Nutty用的是哥倫比亞豆 而Fruity用的是埃塞俄比亞的豆 兩款香味都很突出 Fruity的層次豐富一點 而Nutty就會香而順口一點 兩款都推介 可以因應心情和喜好去選擇 我之後都有因為他們的咖啡而再回來 不過現在他們人氣變高了 早點來會容易點找位 第二間是大家可能都不陌生的小房子 他們搬來深水埗的店是他們第一間地鋪 以前我幾次因為預約不到而沒有去到他們的酒店 現在店面比較大 終於可以試一下了 不過準確點來說 小房子不可以說是一間咖啡店 他們出售日式西餐為主 如果想喝咖啡的話 他們只有Cold Brew可以選擇 餐廳裡的布置有種溫馨簡約的感覺 放滿書的書架和一些學生的桌椅 又帶來一些熟悉感 他們樓上還有角樓可以坐 很多角落都很適合打卡 來到這裡必吃的日式飯糰 可以選兩款小菜加一份水果 飯糰的料都幾多 自選的筆記貝沙律都不錯 但整體的份量偏小 可能比較適合咖啡茶多一點 另外一個煮食肉醬飯的味道 我就覺得比較單調些 相對來說飯糰比較值得推介 第三間是一間主題咖啡店 咖啡只是這裡的一部分 因為他們都有出售水泥的手工品 也有水泥的工作室會開設慶隨班 甚至店內的一些桌椅 都是由他們自己做的 而咖啡店的部分 給人一種溫馨小店的感覺 你可以近距離看著咖啡師幫你沖咖啡 享受放鬆療餘的一刻 如果你怎樣手沖咖啡的話 他們的托盤都是用水泥做的 但夜市和環境氣氛很融合 來這裡喝咖啡 看看水泥的精品 都是一個放慢腳步的好選擇 最後一間是經常很多人的蜂子咖啡 它是一間日本風格的咖啡食店 這裡的店主應該是一個杯子收藏控 在這裡喝咖啡都會用fire king的杯去呈上 真的很漂亮 旁邊還放了一些花樣連華的電影海報 有沒有令你想起電影中的情節呢 食物方面很推薦他們即叫即做的烤雞山吐司 雞肉很juicy 配上烤脆了的麵包 和黑醋醬 沙律菜 整體很balance 竹廟又大份 很有驚喜呀 另外還叫了一個櫻花蝦豆乳淡淡烏冬 賣上都很美 但我就覺得味道有點淡 和豆乳淡淡的味道沒有好夾 我這次就沒有試到他們的甜品 不過我看到很多人吃他們的蛋糕 都覺得很吸引 我也會想因為他們的三文字和蛋糕而再來 我看到這次在看 你這麼多的店